我死后八旬的夫君立刻迎娶了她的青梅 一向庄重的侯爷 大婚那天开心地满眼含泪 我一手带大的笛子 恭敬地奉上茶水 喊了句母亲 众人皆赞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只有我的养女 在一片大红中穿着刺眼的校服 为我守灵 重生回下架侯府时 我就出养女 又亲手送那些忘恩负义之人团聚 我倒要看看 没权没前十 他们还能不能母辞子孝 间谍情深 我是许家一品告命 死时八十三岁 寿终正寝 我这一世富足安康 夫妻相敬如宾 孝子贤孙 已然无憾 葬礼上 前来吊咽的人都面容悲戚 独独我的夫君许墨之 站在灵堂外 神情冷漠 我记忆中 他一直都是这般清冷孤傲的模样 除了嫡子许时鸣出生那年 他兴奋地像个孩子 其余时候 都是事不关己的做派 弥留之际 我告诉他 此生嫁与他为妻 无悔 他亦改往常 握住我的手 语气温柔 谨言 辛苦了你一辈子 操持家务养儿育女 你放心去吧 我会好好的 厌气后 我灵魂迟迟不散 同舟共计几十载 我以为我与许墨之也称得上情深义重 恩爱两不疑 可我死后不到一年 他便感慨枕边人飞心上人 踩着心坟 风光大取他的青梅 死了驸马的公主宋音 我从未设想过这一夫多妻的时代 他能控制我正妻之位 以张申请 可三年孝妻未过 府里妾室居多 他偏偏要娶的是那个几十年的青梅公主 连皇帝都感慨姑姑幸福得来不易 不仅不致他们孝妻嫁娶之罪 还亲自赐婚 允公主下嫁许家 精心抚育的嫡子更是亲自操办婚礼 将许墨之提笔写下的无耻对联贴在笑帘上 他规矩贵凤上茶水 男眼激动之色 父亲母亲你们终于修成正果 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了 修成正果 一家团聚 头戴笑部的庶女冲进大堂 满脸疑惑 许时明抬眼看高堂上的两人 心领神会 命人将庶女许巍巍关进柴房 直到宾客谢幕 夜深人静 许时明带人去柴房 她指责许巍巍身穿校服 不敬继母 命人鞭打她 她不是你母亲吗 庶女浑身是血 瘫软在地 我的母亲从来都是公主送阴 她是父亲真正所爱之人 那个老不死 纠战雀巢这么多年 不是因着她父亲是大元帅 早被父亲休气了 许巍巍因小娘逝世 感念我不曾苛待她 给我守孝 最后却被她们佩挤屠夫 搓磨致死 我辛苦操持一生 到头来都是为别人做嫁衣 我被她们一家子 骗得团团转啊 夫人 时明该上学了 瞧着面前人面兽心的许摩之 抱着许时明 站在我眼前 我知道自己重生了 许家本是身世显赫的侯府 因连着三代朝中吴皇帝重用之才 不可避免地落败 为了保住富贵 便想到和欣欣向荣的世家联姻 而我白家 便是他们最好的踏脚石 父亲白相如是统领三军的兵马大元帅 外祖父又是帝师 恰巧母亲怀着我寺庙祈福上乡 欲见强盗 唯徐府的人所救 但终归动了胎气 难产而亡 只留下我被徐府的人照看 父亲寻找钱来 悲痛欲绝 抱着我离去 走钱 他留下一块玉佩 许诺他们可以凭此物 求得白家亲力相助一次 眼见侯府日渐凋零 许夫人动了邪恩求亲的念头 带着许墨之上门提亲 可白家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本不想嫁 父亲却说我的命都是他们就得 有何嫁不得 家之侯府日渐示威 我算是下嫁 过去之后有娘家撑腰 必不会受丁点委屈 外祖父听闻此事 写信赞成 现在的皇帝正值青年 还不是前世那个 在暮年被儿子夺权的顾寡之人 白家已然统领三军 外祖父又从帝师 时有待正 为百官推崇 皇帝想把持朝政 让大家以天子为首 在朝事上见解与外祖父屡屡屡不合 他猜测 皇帝已然不满世家大族苦酒 最后 许家老侯爷甚至亲自来我家 和父亲商量一宿 定下了我的婚事 一来救命真 当永泉相报 二来侯府示威 我不嫁全臣 皇帝只会高兴赏赐 世家贵女之间的婚事 从来不由己 又听闻许家世子才冒双全 人品贵重 我也没什么不满意的 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 可我哪里想到 彼时的许墨之矣和皇帝的阿姐 宋殷长公主暗生情愫 后来还猪胎暗结 又怕得罪了我娘家 玩了一首狸猫换太子 将那个野种与我而调换 她长公主高贵又如何 我白锦言也是一等一的骄傲 岂能让他们算计 欺满了去 还踩着我的心坟 埋怨我让他们 劳烟纷飞了几十年 重来一世 我要做个没了丈夫的 侯府夫人 有权有钱 我倒要看看 他们三个 身无分文史 还能不能和和睦睦的一家团聚 石鸣聪慧 书院肯定抢着药 夫君不必反忧我忍下恶心 避开许石鸣伸过来 求抱抱的双手 他冷下脸色 责备我 许石鸣是我嫡子 哪有当母亲的 不为孩子虔诚考虑的 话里话外 都是让我求外祖父 让许石鸣去国子建读书 好见我点头答应 他面带得意 准备出门 夫君 等等他刚跨出大门 又被我叫住 神色多了几分不耐 我小异柔情和他商量 昨日瞧着许薇薇瘦小 心中起了怜悯之心 想让他过记我名下 当作嫡女 对我这种世家贵女放下身段 什么事都和他商量的态度 他很失受用 虽然他诧异我为何如此关心一个庶女 但是最关心的 还是他和宋英儿子 白手道 这都是小事 我做主就行 带着他的宝贝儿子 步履匆匆地出府了 微微呢 陪嫁的贴身婢女杜娟 似乎没想到我会真的关心庶女 犹豫了一会儿 二小姐应当在西盐院 西盐 一听就是个薄命晦气的名字 我白锦炎的嫡女 应当翱翔九天 逆光盛开 让人收拾我旁边的院子 取名追风阁 叫许薇薇搬过来 追风赶月 莫停留 平无近处是春山 又请了婆母和宗族长老前来见证 收她为嫡女 上了族谱 许墨之不在 不过也不重要 毕竟我的面子比她值钱 杜娟惊讶于我对许薇薇的态度 毕竟我以往不喜她 只是端着嫡母的面子 不好过分苛待 许薇薇是许墨之醉酒后 和下人一夜风流的产物 可惜她生母命薄 生下她就撒手人寰了 我之前确实不喜欢许薇薇 毕竟一看见她 就让我想到许墨之求取食 承诺过一生 唯有我一人的誓言 都成了笑话 但是想到上一世 笑妻未过 府邸张灯结彩 他们三人合家欢乐 反而是不受待见的庶女 为我守笑 最后还被他们活活折磨死了 所以什么狗屁誓言 不过是为了踩着我白家的肩膀 扶摇直上的谎言罢了 母亲 国子健音乐一休目 许时明今日才得以归家 她一脸怒气 风风活活闯进我的院子 此刻我正坐在暗桌旁 亲自教导许薇薇 读书习字 她受到惊吓 拿笔的手一松 墨迹四见 弄了自己一身 我用手帕擦拭她的脸 才抬头看着许时明 那张脸与我毫无相似之处 放肆 国子健学的李廉耻 你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许时明脸颊通红 吸了火气 连忙低头跪下认错 换作之前 我肯定心疼扶她起来 借骨欲经让她知晓 君子为何要知礼仪 自从经历上辈子的事 我只想放任她掌歪 杜鹃附在我耳边说 许墨汁也过来了 我掐准时间 让许时明起来 今日过来 所谓和事 大概是我没像从前那般温和待她 加重了她的怨气 你为什么要她一个庶女当女儿 说出去 我这个侯府笛子的脸面 往哪里搁我收敛神色 严肃告诉她 府中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他们都得唤我一声嫡母 我是不会认她 这个妹妹的她说完 怒气冲冲跑出去 正好和听了 半天墙头的许墨汁壮简 许墨汁牵着她 进了我屋里 夫人 既然时明不喜欢 过继的是 就此作罢 她这人就是这般自私 喜欢的捧坐天上月 不喜欢的 踩入泥泞中 许巍巍眼圈含泪 紧紧拉住我的衣袖 看得让人心疼 夫君 巍巍已经上了族谱 挂在我名下了她眉头紧皱 指责我 何时的事 她为何不知道 我压下嘲讽 她当然不知道 那个时间 她正带着许时明到天香楼和宋英一家团聚呢 她的护卫小五 英家中表弟借着她侯府做事的名义 为非作歹 强了梁家女子的清白 又将人杀了 是我出手帮的小五 压下此事 要她此后将许墨之的行程 事无巨系汇报给我 夫君 你忘记了吗 我和你说过此事的 当时你高兴也同意了 就带着时明出了府 连这几天都不见人 许墨之自知理亏 也不再过分追究此事 倒是许时明件事情没朝她预期那般发展 一气之下 将许巍巍推倒在地 到底是小儿心性 从前她是我的嫡子 怎么闹通都无可厚非 现如今占了我身份 还害得她生死未卜的野种罢了 当即 我命人请家法 施以三十鞭挞 势必要教训她 夫人 时明是你亲儿子 为了个不值当的庶女 便请家法 终归会让你们母子离心 底下人笑话的 许墨之喝退欲动手的奴仆 一脸不赞成看向我 可我告诉她 外祖父得了陛下命令 要微服私访监察百官举止 如今 还差一个正值清明的合适人选陪同 而侯府就在外祖父的举荐名单上 瞧着她眼里犹豫不决 我又加了一把火 我借着先皇制事时 尚书因之家无能 逆子 导致亲子与别家大臣之女斗嘴时 失守错杀世家贵女 最后全家流放的是 规劝她 倘若传出我侯府嫡子尚无敬重嫡母之心 下无包容兄弟姐妹的度量 岂不是更为人所耻 到时候 陛下还会怪侯府教子无方 这顿家法下去 要的就是让外人看见 我侯府最是家风正直 哪怕是嫡子犯错 也绝不姑息 我又点名 外祖父肯定会欣赏侯府这种刚正不阿的气度 借机帮她在陛下面前美言 果然 许墨之听后 心一行 亲自拿着鞭子 硬生生抽了许时明三十遍 许时明痛苦的思明声想便府里 最后腾晕过去 我就是要让许时明知晓 饶食她父亲 再是溺爱她 也会为了权势地位向我妥协 看着他们父子二人有了下戏 我心下满意 棋局 才刚刚开始啊 这一事 我早早在许墨之身边安排了眼线 许墨之如愿以偿 得到了私下监察百官的差事 宋英知道了许时明被打的事 在天香楼和许墨之闹得不可开交 小五回来告诉我 许墨之抱住她一阵好哄 承诺平不清云后 休妻 再帮宋英随便找个理由 致负马个大不敬之罪 将其问斩 她二人就可以长久在一起 耳边思磨 寒一弄孙 听到这儿 我联想到前世化为魂魄那日 无意间听见宋英梦魇 别杀我 不是我杀死你的隔天一早 她就去佛前点香烧钱求保佑 我这才知道 这驸马是前大将军的嫡亲孙子周回 因着整个将军府的其他男人 尽数战死沙场 是伏迪老太君求的皇上赐婚 让他上公主 此生再无半点入室的可能 皇帝念其一家为国鞠躬尽瘁 只留下一个血脉 大笔一挥 同意了 而那时许墨芝早就和公主私通有染了 可许家为了权势富贵 不想只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驸马 更不想放弃我白家这根天梯 宋英无意间知晓自己有了身孕 又在许墨芝的哄骗下 带着肚子 转头就奉旨和周回成婚了 可婚后不久的宫宴上 周回就因和刚进宫的秀女行不端之事被抓 场面极度难堪 涉及天界颜面 便是老太君求情都无济于事 周回和秀女双双被处死 可如今 派出去打听的人却告诉我 周回是个风光伟岸 成良忠厚之人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和秀女有染 我冷笑 看样子 宋英之所以会梦魇求饶 大概是因为她故意陷害忠良 心中有愧吧 夫人 夫人 公主府的请帖 杜娟匆忙进来 将请帖递交给我 请帖上说 公主得了一双色牡丹 邀请个世家主母前去赏花 还特意要我带上薇薇一起 看来她这是想趁着许墨之外出督察百官 给许实名出气 赏花会当天 我带着许薇薇 递了请帖入公主府 公主府的嬷嬷 告知个世家夫人在水泄阁等公主出来 姑娘们都在前厅玩乐 母亲 薇薇就先去前厅和其他姑娘们一起了 养了这么久 薇薇的一举一动 已经有了我白家嫡女的气派 我嘱咐她万事小心 又将杜娟派给了她 我心知 微微不走开 宋英如何露出马脚呢 水泄阁内 各世家夫人见我到了 纷纷上前寒暄 世家大族的夫人都身安锦上添花之道 得知许墨之监察的差事 恭维几句也无伤大雅 听闻你收养了个庶女认作嫡女 还将自己所出的笛子打了一顿 偏生理尚书的夫人 乔真从小与我不对付 大家还带自归中时 皇家宴席我献上霓裳与衣武 燕京四座 得了第一贵女称号 乔真也羡恶 众人三肩齐口 让她当场羞哭 死后 不管我做什么 她都要争上一争 始终没赢过 见我最后嫁给了个落败侯府世子 她嫁给大他二十的礼尚书为正妻 她高兴的 我成亲当天多吃两碗米饭 事后还不忘说她终于赢了一次 以后也会一直赢过我 侯府家归森严 犯了错便要罚 倘若因为是我嫡子 就姑息纵容 那侯府被人诟病 你也名誉受损 我便是以死谢罪 都难辞其咎 她小声叨叨 牙尖嘴利 等会儿有你好受的 都说当母亲的护肚子 夫人当真是刚指不阿 送阴款款走来 瞧了一眼众人 目光落在我身上 有几分审视 但多的却是不善 众人见过公主后 我忍住恨意不紧不慢解释 实名毕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哪里有当母亲的 不疼爱自己孩子的 我这般做 也是为了她的虔诚着想 叫她人生没有污点 再说 收薇薇为敌女 说出来 也不怕众姐妹笑话 生产实名时 我亏了身子 至今无法再孕育子嗣 但我又想 有个贴心的姑娘 这才过继了薇薇 我也是近日身体不适 偏偏侯府请的大夫 都只说我优私繁重 让我多加休息即可 我不信任他们 偷偷让杜鹃 请了外祖父身边的神医到侯府把麦 才得知 我最爱用的一款胭脂中 加入了大量藏红花粉 还好发现得早 不然 我几乎再无怀胎的可能 在场的夫人们都同情地看着我 安慰女子怀孕生子 就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幸得我和许墨枝也算举案其眉 天作之和 我却笑不渝 宋茵嘴角含笑 招呼众人去后院赏花 我时刻保持警惕 想要看看 这次她的手段又是如何 公主 不好了 不好了 双色牡丹被人摘了 宋茵听闻 脸色大变 风风火火就赶去了后院 众人也跟上 进到后院 就瞧见薇薇手里拿着那朵双色牡丹 整个人神情不安 摇摇欲坠 公主换来家仆 秦柱薇薇 哪家没脸皮的野丫头 赶舌了本宫的花 她那边的婆子震怒上前 就要长官薇薇 我大步跨过去 一百将她推开 谁敢动薇薇 宋茵轻吃 夫人看来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嫡女啊 竟敢摘了本宫的花 薇薇见我被牵连 芒抢在我前面跪下 她解释 被婆子引路来的时候 花就已经掉地上了 她好奇此花美艳 才捡起来观看 并没有私自偷摘公主府的花 杜娟可以作证 宋茵不信 你们主仆二人 自有包庇之嫌 她扬眉问身边的其他姑娘们 你们可有人为她作证 众女惆怅 只说一来就看见薇薇手里拿着花 宋茵为了表示自己从不冤枉人 特地命人在府邸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薇薇说的那个婆子 她眸光陡然变得阴狠冷酷 到底是个输出的 成了嫡女也是个满口谎话 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你既然叫女无方 本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 你教养嫡子公正言明 想必也不会包庇嫡女吧 我朝她微微欠身 走到微微面前 正眼力色问她 此事到底是不是她做的 微微眼眶寒泪 紧咬下唇 那花就是我剪的 我看到她的时候 就已经断了 孩儿始终谨记母亲教导 诚信为本 人品为贵 断不可能说此弥天大谎 误了家门名声 话到这儿 我明白了 请帖上为何要叫上的家姑娘了 入府时 还将母女分开引入 就是为了设计 涉事不深 刚刚成为嫡女的巍巍 抱许实名被鞭榻之仇 公主 既然我的女儿说没摘 那便是没摘 放肆 白锦言 众目睽睽之下 你还敢包庇她 莫不是你教导她偷花的 她指着我脸 斥责 我义正词言告诉众人 有办法找出真正的摘花之人 话必 我将在场人的神色尽收眼底 有人忍不住 紧张了 颂音皱眉 到底还是看在白家面子上 同意让我找出真正的采花贼 我福尔吩咐杜娟出了府 去找外祖父要几个女医 伴住香后 白锦言 到底还要等多久 你莫不是没有办法 故意详骗我等 乔真忍不住质问 其余人也投来质疑的目光 我劝告众人 别急 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我既知道这是鸿门宴 又怎会毫无准备就来呢 杜娟带进四个女医 我诓骗众人 这四人是香料铺的老板 他们手里有药水 将手泡进药水里 摘了牡丹花的人 手会立马溃烂 没碰就无事发生 等他们调配好药水 我率先将手放了进去 徐薇薇 杜娟 紧随其后 所有夫人小姐 丫鬟婆子 都将手放进去了 唯独不见乔真身边的嬷嬷 放手进去 尚书夫人身边的嬷嬷 怎么还不将手放进药水中 众人目光如炬 深庵后宅手段的夫人们 瞬间反应过来 乔真面露不悦 只是那婆子赶快放进去 她才不信这唬人的破药水 摸摸冷汗直冒 哆哆嗦嗦将手放了进去 最后的结果 叫大家吃惊 宋茵更是横眉冷对 要将我和薇薇抓起来 告诫我们皇家颜面 不能戏弄 因为没人手指溃烂 启禀公主 真正的采花贼 已经找出来了 在众人疑惑的眼神里 我解释 牡丹花根精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各大药铺都会背着 而这四位也不是什么调料铺老板 是宫中女医 那水是个幌子 为的是让女医判断出 谁手里沾染了牡丹花根精之叶 女医爆出结果 就是乔真身边的嬷嬷 手指甲泛青色 有蛋腥味 是偷花贼无疑 那嬷嬷将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说从小到大 乔真都因为我 活得不如意 她心疼 所以才有这么一出设计陷害 让我传出教女无方 偷盗公主府真品的名声 让世人唾弃我 许墨之羞弃我 真相大白 那嬷嬷当场就被发卖了 可我知道 她和乔真 也不过都是公主的棋子而已 随便她们 我不在乎 可微微受了委屈 我绝对不允许 我让宋英给微微道歉 众人看我的眼神 很微妙 一个庶女 却想要公主的道歉 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微微在我心里 已经是我的亲生女儿 平白无故在公主府 受了委屈 挨了巴掌 不能草草了枝 我只是宋英 公主若不道歉 明日皇帝的暗桌上 便会收到树丰弹劾公主 不分青红皂白 掌乖我白家外孙女的奏折 宋英双眼心红 拳头紧握 对于皇上而言 是国之重臣更重要 还是她一个空有身份的公主 更重要 她心知肚明 最后 她还是不情不愿地向微微解释 自己只是被奸人蒙蔽 要她别难过了 我看着她那恨不得钻进地缝的神色 心中冷笑 呵 这就受不了 那以后重判清理可怎么办呢 在外边逍遥的许墨枝 听了那些大臣酒桌上 讨论公主府事件的闲言碎语 打趣她 娶了个好生威猛的夫人 连公主的颜面都踩在了地上 她回府 瞧见我又在教导微微 气急败坏 跑来质问我 何故在公主府耍微风 是想那些女眷带了消息回去 让其他大臣上奏弹劾她 至家无方 容忍夫人对公主出言不逊 藐视皇家威严 落得各大不敬之罪嘛 威威忍不住反驳 明明是公主 不分清红皂白 先打女儿的 许墨枝呵斥她 出言顶撞 不敬长辈 难当侯府嫡女 要夺了她的身份 逐出府去 真不愧是狗男女 都相互偏袒 我硬挤了几滴眼泪出来 将那天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说了一遍 最后掩面气宿 我想着夫君素有正直言明的美名 若传出侯府嫡女在 长公主府受了掌乖 知道真相还好说 那些不明真相 乱嚼是非的人 指不定把侯府贬低成什么样 许墨枝沉思良久后 明白其中厉害 她神色缓和 说怪她考虑不周 我借机撑怒她 回来就责怪我们母女 也不说问问我们可受了委屈 她转移话题 掏出一盒烟纸递给我 说是这次走访各地 想着我快过生辰了 让那些官家夫人 推荐些女儿家喜欢的 我脸下毛字 心底恨意滔天 面上恭维的话 说得滴水不漏 我生辰宴这天 涉及利益相关的达官显贵都来了 李尚书带着乔真软瞎态度 向我赔礼道歉 许时明和薇薇分别送了贺礼 舅舅家的儿子 沿君山献宝式地递出一株兰花 听说君山也在国子见 可有何时明探讨君子六亿 这孩子说话耿直 说了他们国子见各种琐事 我这才知道 长公主借着关爱人才的幌子 经常带吃地看望他们 尤其喜爱许时明 许时明和五皇子走得近 借机拉拢长公主 怪不得上一世五皇子继承皇位后 不顾孝妻禁止婚嫁事宜 也要和她给许墨之赐婚 感情都是利益关系 长公主道 门房通传 我没记得给她下了请帖 撇了一眼许墨之 心里却在暗笑 她中了我的算计 她忽略我 上前迎接 做小福低的道歉 说那天皆怪我处事不周 让宋英别记恨我 一个厚宅的富道人家 转头她就告诉我 今天是她邀请的公主 为的是让我和宋英冰释前险 宋英让人递了个宋子观音给我 言明这是皇家寺庙请回来的 显灵得很 许墨之脸色变幻莫测 我让人带下去好生公养 就在大家都言笑艳艳 观看戏班子演出时 下人前来禀报 有个疯婆子在侯府门口大闹 说说家仆畏畏缩缩 不敢开口 让我们亲自前去看 果真有一老妇人 神圣叨叨 侯府小少爷纠占雀巢 纠占雀巢啊 百姓听得津津有味 身后宾客各种眼神交汇 哪里来的疯婆子 在侯府门前撒野 还不拖下去 许墨之冷汗沉沉 想要将其灭口 谁知那妇人正托束缚 跪在我身前 夫人啊 老婆子对不住您 我是给您接生的婆子 当初猪油蒙了心 收了别人的钱财 将别人的儿子 和您生下的小公子交换了 最后那位贵人 要我将您的孩子溺死 我没办法 只能照做 如今我是天天噩梦缠身 只能来向您忏悔 婆子说完 一头撞住死了 自上辈子知道 被许墨之和宋英狸猫换太子后 我重生回来 就派人寻了稳婆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我找到了 从宋英找牙手中 死里逃生的稳婆 我用他儿子孙子的性命威胁 今天来侯府道出真相 这个婆子也是狠人 为了保全后代 两边不敢得罪 只说了许时明身份有假 不交代幕后之人 便撞死了 许时明惊怒交加 眼神落在许墨之和宋英身上 最后 贵倒在我身边 我从小跟在母亲身边 怎么可能不是母亲的儿子 肯定是这个婆子受人指示 故意诬陷 我扶起他 说自己是相信的 但是滴血认亲也无可厚非 主要是为了堵住 天下人的悠悠重口 他和许墨之脸色煞白 最后以我和许时明 血水不相容的真相 公之于众 侯府里的戏团 正好唱到了 离猫换太子 气氛凝重 我故作悲伤过度 咬破舌尖 吐了口血 要将许时明赶出家门 许墨之和我婆母都好言相劝 毕竟养了十二年 感情都有了 将孩子撵出去 他又能做什么 侯爷 我而因他惨死 你也是孩子的父亲 难道你还能容得下 这恶人的孩子 我哭得伤心欲绝 许墨之不想被人背后议论指责 终究是不敢再护着许时明 寿宴草草结束 宋英却说曾在国子见见过许时明 机智聪慧 合乎演员 既无人收留 就去他府上当养子吧 这一峰回路转 众人都始料未及 眼中尽是不解之色 宋英爱此心切 急着袒护许时明 可众人联想到那吻婆说的话 未必不会起疑 那个要下令溺死我儿子的人 到底是哪个贵女呢 没人看见 驸马周回和我点头示意 许墨之监察完百官 已是半年后 他进宫面圣 上到九天捞月 下至舞阳捉鳖 说的是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我借机写信给外祖父 可以收网了 他以为他的差事 当真是人品贵重得来的 不过是我将前世因果 今生重来之事 写信给了父亲和外祖父 白家和严家 现如今就我一个女儿 自是从小娇生惯养 长辈宠溺的 加之我这是行事果敢 与从前判若两人 他们选择相信我 无条件支持我复仇 等到圣上开怀大笑 遇下旨让他管理力不思 御前带刀侍卫 盛上一箩筐 许墨之利用差事之便 贪赃亡法 逊私舞弊的罪证 包括不限于买卖官职 贪污税款等种种恶行 上一刻 还是春风得意马蹄级的许墨之 下一秒就恶果自受 难逃避 皇帝勃然大怒 将其收奸 许墨之只当是自己东窗事发 不知道是我让祖父引导皇帝 派人监督他能否委以重任 果然 我的了解 这人从来都是个贪心不足 蛇吞象的 侯府被封 与我交好的各大事家 都在观望后续 这并不影响我带着薇薇 该吃吃 该喝喝 母亲 听说公主府出事了 驸马都去告狱状了 薇薇将听闻的事说给我听 我完全不惊讶 毕竟 这都是我和周回的计谋 前世的周回 死在许墨之和宋茵手里 我重活后 调查清楚他是个朗朗君子后 好意提醒他 规避上辈子宋茵设的局 只是周回听我说了 宋茵并不爱他后 毫不在意地笑了 我这才知道 周回有个心爱之人 是个灵人 还是个男人 这段关系不为世俗所容 所以 宋茵爱不爱他 他是真的不在乎 只是 这辈子 在我的引导下 周回对宋茵格外上心照顾 甚至 宋茵看许墨之的眼神 早就不知不觉中 没了曾经的深情 或者连他自己都没发觉 他已经一点点爱上周回了 我很期待 日后 宋茵被自己最爱的人 亲手杀死时 他会是怎样的反应 计划再一步步进行 不久后 公主私下强行监屋府中小丝时 正好被人撞破 许时明为了帮宋茵掩人耳目 打死了小丝 可此事 已在市井传得沸沸扬扬 周回跪在狱前 大义灭亲 壮告宋茵 还指出 这不是宋茵第一次这样做 许时明 也是个野种 皇帝撤退众人 宣宋茵带着许时明觐见 本公与驸马 虽谈不上恩爱两不疑 驸马也不该如此污蔑本公 当初本公怀的 的确是你的哈 可惜出生变夭折了 这也是本公心里的伤痛 宋茵自自泣血 说得毫不真切 皇帝拍案 让驸马拿出证据 否则这般玷污皇家清誉 要处以急刑 陛下明鉴 臣自幼患有隐疾 不能人道 若陛下不信 可请御医探查 皇帝是一贴身太监 传了太医院所有御医进来 结果都是如周回所说 所以 公主当初的胎儿又是谁的呢 他继续禁言 陈无意间听闻 许时鸣叫公主母亲 说自己明明是亲生 怎么人人都抛弃他 连亲娘也要让他当养子 待在身边 宋茵还要狡辩 周回却拿出当日撞死的吻婆 给他的证据 承了上去 当日吻婆虽死 宋茵仍旧不放心 派人刺杀他的后代 可我早就派人日夜守护了 吻婆的儿子拿出了一个信封和送音的玉牌交给我 信里写的是许时鸣的真实身份 和交代掐死我儿的前因后果 皇帝看完 气急攻心 将东西砸到了送音头上 皇帝将他囚禁于公主府 终生不得出来 许墨枝也被下狱 等候判决 补偿赏赐流水一般 送进周大将军府和白家 公主被困 许时鸣也跟着倒霉 皇帝不允许皇室血脉有污 将许时鸣从国子剑除名 赶出京城 走之前 他倒是找过我 哭着求我救救他 当然可以 他潦倒在外三个月后 我找人蒙上麻袋 将他乱棍打死 那我 就祝你早日上路 小五带来消息 说五皇子势力健大 准备谋反 自从上次惊怒交加后 皇帝的身子每况愈下 又为立储君 朝堂上人心惶惶 多数人被威胁 站在了五皇子队营 许墨枝和宋茵 也被他们偷偷放出来 他们计划得很好 等五皇子登基后 他们就再找回许时鸣 一家三口团聚 可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周回和我祖父早就不下天罗地网 只等他们来头 宫便结束时 皇帝无声闭眼 最后下旨 五皇子带头造反 即日问斩 宋茵和许墨枝暗中勾结 秋后问斩 整个侯府 除了我和薇薇 其余人全部流放 许墨枝死前 我去牢里看他 他痛哭流涕 说他错了 希望我能原谅他 求我祖父救他出去 我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原谅 他无眉苟合 怎么没想过 他杀妻害子时 怎么没想过 他密谋造反 脚踩我白家时 怎么没想过 只一句道歉 就想让我原谅 上辈子所遭受的全部屈辱 做梦 我回他 原谅是不可能的 但能送他去死 那日 皇帝问了我想要什么 我说 为我过世的孩儿 和信仰的嫡女 求一份恩典 我不合理 只求微微为侯府继承人 立为女侯业 皇帝沉吟许久 最终开了这个先例 两月后 许墨枝和宋英等叛党 都被砍头了 这辈子 我过得很好 尚无婆母立规矩 下无夫君素刚长 活得称心如意